跟着老冯去吃肉 今天咱们来到天津 热海饭庄 看这几道菜了吗 八卦鱼走 鱼打八卦爬旋 都是要功夫的 这是老饭庄里边的菜 你知道今天为啥来这吗 这个店在网上 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今天让你来一探究竟的 这样的店才真正啊 就应该这样 咱趁着董菜的公务 我带你见一个老朋友 很熟悉吧 妙庆 坚井按摩仪 咱们从北京到天津这一路 开车两个多小时 得亏有它 后上一按也不经常开车 之前跟我药卷的朋友们 今天您可赶上了 大家评论区卷 这个按摩仪最出版的 就是8D按摩头 本材人手是一个样 不仅上层揉捏活脚 下层灰暗斜方肌肩胛骨 穴位都得抓得准准的 再加上热敷 暖乎乎了 力度也刚好 真是舒服极了 市面上长得像的按摩仪 便宜一把划算得很 大家不要忘了评论区领券下单 两年至宝 一年换新 保价大醋 还送运味险 正好三八节快到了 买一个送给咱妈 或者咱对象 不是对象不能咱 罗汉堵 这枚焦虎饭装做的好 看在新鲜度上 因为老师傅对食材的要求 和年轻的这些厨师 对食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天咱吃的是多餐定制 但是今天咱们这就是唐食现顶 所以说吃上味道上 还真没有黄熟饭 它的咸香度上 你回口上 一口就能吃过来 也要是说 你连在黄熟饭吃过 这个菜80分以上肯定没了 麻将海鲜 葱烧海鲜 包括各种海鲜的做法都吃过了 但是这麻将海鲜 我也是第一次吃 怎么样 味儿还可以 但是用麻将和海鲜结合 挺创新的 这个菜实际上挺简单的 非常快 不用炒 这是拌出来的 把海鲜焯完水之后 找好的特别稠的麻将 这麻将回口是咸鲜微酸 里边的蒜 包什么都搁在一起 拿一拌 但是这个菜你可以当热菜吃 也可以当凉菜吃 那这个组合搭配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这个菜要做为一个 大众菜来说 还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说这是在卫行上做的创新 南肩丸子 南肩丸子的做法是什么 先煎 后烧 但是这个丸子 我没看出煎的感觉 咱给我尝一下 这个是微微的炸了一下 不是煎的 这个煎是很主要的 你炸的油温和煎的油温是不一样的 然后用平底锅煎 它会起嘎嘎 金黄 但是中间的这个馅呢 没熟透 在一烧的时候 你烧透了的话 是非常香的 这个要是炸完了 表面的定型了 你在烧的里边不是味 你看里边是白 里边的味完全就是打丸子变的底味 它不是烧透的那种味 这汁 烧汁 炸的口都没有毛病 你看这条菜就是味道出餐快 所以说它想合了啥 叫梦鲤鱼 这属于什么 天津本地的 和鲜里边的鲤鲤 鲤菜 这是带着鲤的 一整条火鱼不去鲤 去了那次下锅炸的 有点苦味 这是食材的问题 像鲤鲤鲤鲤大部分都是养食的 假如你这要是水库里边的鲤 你就吃不出这个苦盈味了 这个鱼呢 切上鲜的姜丝 这根勾好了之前 把姜丝啪往里边一勾 带浇汁 你吃这个鱼肉的时候 搭着姜丝去吃 就没有这个味 其实这个鱼吃的是什么 吃的是平 不是吃的肉 肉呢你要会吃 你要吃肉的时候 加下来的时候 鱼要蘸着汁 带着这个葱 厨师菜做得再好 要遇上你这种不会吃的也完了 所以说有说不好的 有说好的 大部分都在这儿 咱俩一个同时吃饭 你说你吃啊 说这咋真不好吃 我再教你一种吃啊 说你又能吃了 鸡油冬瓜 怎么点个素菜 我给你这么说 虽然说简简单单的 一道素菜 但是人家烧出来大菜的感觉 首先咱们就不说别的 就说这个兜工 再说这个造型 这是进的勺里边是什么形 出来就是什么形 这不是刻意人工码的 而是师傅烧出来就是这个形 烧要到嘴里边入口即化 这个冬瓜你要烧不好 是硬的 冬瓜你选不好也是硬的 你看出来之后啊 见油不能见汁 这汁嵩勾的得合适 不能流 而且冬瓜是容易出水的东西 所以说勾嵩的时候呢 非常考验出师的这个勺工的 今天咱们来这馆子 没毛病 咱们这一桌菜里边 这个是老师傅烧出来的菜 一口就当吃出来 这些都是已经做出标准 下边的徒弟谁都没吃 这个不是一般的徒弟 能做得来的 虽然说这盒菜简单 但是透露在信息上 烧菜这师傅的基本功 好 今天的mvp给谁 鸡油冬瓜